到了年关瑞穗乡农会绿色照顾站也进入了年度的尾声 农会特别为长者举办了一场结业成果展 同时让获得全勤的长辈们戴上学士帽 进行了拨税颁奖表扬的活动内容 别开身边的仪式让长辈们是倍感尊荣 瑞穗乡农会绿色照顾站结业成果展 学员长辈们各个戴上学士帽上台接受表扬 各个宛如大学毕业生新鲜有趣也感到光荣 年关境瑞穗乡农会绿色照顾站年度计划课程也接近尾声 除了借着农民节当天展示整年度学习成果 这一次也特别举办小小结业典礼 而农会们也特别为获得全勤奖的长辈们戴上学士帽 接受农会三巨头剥碎祝福 备受尊荣的仪式感 长者们各个也很有成就感 那当然最重要的意思是说每天的上课大家会合体 然后呢我就是我妈妈都是七八八的我拿起来 然后我把自己打扮的就在那样的家庭小公园一样 特别是我们感谢说这种机会让一个人可以 中国上的一个人都感谢 所以我们需要绿色照顾能源继续的成长 绿色照顾能源继续的成长 绿色相农会年年争取推动绿色照顾站 至今迈入第三年 不仅上级单位肯定 更深获农村社区长辈们的好评 踊跃到展参加 跟着长辈团共学共老 记者是玉兰瑞色采访报道 是玉兰瑞色采访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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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